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同小异都会认可我 这么概括一生 大部分的人跑不出这十个成语 那么第一个成语 怎么练 在制成学院 还有呱呱最低的声音发生出来 我就跟他讲 你母亲生的是一个孩子 而不是一只青蛙 小孩子的哭是呱呱 是不是 而不是呱呱呱 那么我这里选了09年的9月 一个出生的小孩 这个印尼的母亲 真是伟大的母亲 41岁 生出了8.7公斤重的孩子 17斤多 巨人啊 你看看旁边这个小孩 只有他的三分之一大 一般来说 孩子是6到7斤重 现在的人的生育能力越来越差 这个胎儿越来越小 五斤多 六斤多的居多 七斤多就已经是 哇 同样的是09年的9月 我们长沙市的李莲英老太太 她106岁 还不要戴老花镜 就可以穿针引线 高寿以至于此 那真的是人锐 对吧 好了 咕咕醉地 完了以后怎么样啊 生生学子 有的人会念心心学子 因为这是个多音字 咕咕也是个多音字 多音字就容易练错 练错也可以理解 可是在老师的教导之下 你以后就不能再错了 生生学子 我们的胡锦涛总书记 前几年到耶鲁大学做演讲 演讲得非常好 比我们的前任总书记 演讲得好得多 大话空话很少 但是他也有硬杉 他就说了 今天我看到在座这么多的新兴学子 我感到很高兴 这里面 一念错了成语 二 驾船叠乌 生生指植物茂盛 就指多的意思了 这么多的学生 你就不要再加生生学子 生生学子完了就不要加这么多 但是不管怎么讲 总书记的那一谈的演讲 受到了很好的评价 但是硬伤也是要纠正的 生生学子 从幼儿园开始我们不算 小学六年 高中六年 十二年 大学四年 十六年 再练研究生三年 十九年 如果再练博士三年 二十二年 人的一生都在学习中间 人的一生都想脱颖而出 脱颖而出的意思 你肯定知道 可是我如果叫你解释这个影子呢 影 脱颖而出 影 锥子 锥肩 有一个木柄有没有啊 木柄上有没有一个铁环啊 固定住它呀 那个固定的铁环就叫做影 这里有个典故 我们刚才说个人来讲 中国的个人 创造成语最多的是朱熙老先生 那么创造成语最多的地方是哪里啊 中国的哪里 邯郸 邯郸学部的邯郸 河北的邯郸 邯郸在历史上是赵国的首都 邯郸是中国发明成语最多的地方 那么脱颖而出 就出自于邯郸 从战国四君子说起 出自平原军 平原军 他名字叫赵胜 他的国王叫做赵孝成王 赵孝成王是他的侄儿 是他哥哥的儿子 他作为相国辅佐侄儿 赵国受到秦国的攻击 赵国在这之前已经被秦国攻击过了 秦国有个大将 白起有没有啊 坑杀赵国的军队 几种数字 十几万 二十万 三十万 打得一败涂地 这次赵国又受到秦国的威胁 他就去向楚国求救 赵孝成王就派他的相国 也是他的叔叔 去向楚国求救 楚国是楚考列王 两国的关系很好 可是楚国怕秦国 当秦国还没有打到他的时候 他想明哲保身 所以说这个赵孝 平原军出使楚国的时候 他知道有难度 他就要带上他的门客 他的门客有三千 就是人才有三千 他准备带上二十个能人 跟他走 选到了十九个 第二十个的时候 选到了谁啊 毛遂自建 第二个成语又出自这里 有一个叫毛遂的人 看看没有人讲话 他就说 如果没有人去 就我去吧 平原军非常惊讶 说你是谁啊 他说我是你的门客啊 他说你到我这里多久了 他说我到你这里 一年多两年了 咦 你到了这么久 我怎么不认识你 你如果是个人才的话 你就应该冒出街来 让我看见 后面就有了 他说的 你如果把我当作人才的话 放到你的人才库 也就是这个麻袋里的话 我其子只露出一个锥间 来脱颖而出 非特其莫见而已 莫 锥间 莫 也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把我当作人才的话 是你没有看见我呀 我是个人才呀 如果你看见了我 我将在这个麻袋里面 不单单露出锥间 我连这个环都会露出来给你看 整个病都露出来 来脱颖而出 成语就这么来 下面就一片虚声 中国人教人要低调 是不是 怎么有这么狂妄的人 其他门客就嘲笑他 平原君在战国四君子里面 是能力最差的一个 但是他有个优点 他为人很忠厚 如果一般的人 我都不认识你 我都不了解你 我干嘛带你去 他发现别人 他的手下都在嘲笑他 他就说 我就相信你 我就带你去 二十个人去了 后来也就是这个人 帮了他的大忙 好了 到了楚国 没有想到 楚考虐王的态度变了 从上午谈到了中午 没有结果 顽固左右而言 他今天天气哈哈哈哈 谈下等不及了 其他十九个人 一直毛遂 说 你这时候不上去 更待何时 毛遂依然不卑不堪 说 我是等你们啊 我不是第二十名吗 中国人不是讲论子排辈吗 我没有出国的时候 就因为自己太好高了 被你们嘲笑 现在你们先上 他们说我们不上 就等你上 他二话不说 站起身 他把手按在剑柄上 指着楚考虐王说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至于从早晨谈到中午啊 这个楚考虐王一愣 看他气宇宣安 就问这个平原军 说这位壮士是 这个平原军 哎呀这是我的门客 考虐王一听就火了 因为中国人是讲 尊卑展上的 门客是没有资格 走到堂上来的 是要在堂下的 他就说你给我下去 这个毛遂不但不下去 还上前一步 这上前一步是要命的 他这个手始终没有离开剑吧 这上前一步的 如果他的剑拔出来的话 他的剑分就可以支取 楚考虐王的手机 考虐王的脸色就变了 马上就态度和缓下来说 那钻石有什么高见呢 毛遂就义正词言地批评他说 就我所知 你的父亲都是秦国杀子的 你有杀父之仇啊 你的首都 隐 隐就是今天的长沙 楚国就是今天的长沙 和湖北这个地界 历史上的楚国 你的国都都给人家占去了 你都成了三家之选 现在在别的地方偏安 你不思报仇 还想在这里混日子 存亡此寒的道理都不懂 说着这个考虐王很难过 立刻就改变了态度 就说同意你的观点 这个毛遂不是说到此就结束 他怕这个楚考虐王变卦 他马上就在台上发号施令 叫楚考虐王的手下 来 杀雪为门 第三个成语出来了 杀雪为门 杀雪 过去的雪 像今天杀雪为门 像我们的刘国成 过那个遗族的地区的时候 跟那个小叶当杀雪为门 是吧 那个喝的是鸡血 攻击的鸡罐 割一点 然后滴滴滴 滴到酒里面喝血 当年历史上 那可不这么简单 要杀一匹马 杀一只鸡 然后杀一只狗 还是杀一只猪 或者杀一只牛 中间这个畜生 我记不得了 要杀这三种东西 然后把雪滴到酒里面 来那个 结果酒就端上来了 一个盘子端上来了 毛遂是有理有结的 他单膝下跪 把这个盘子捧在了考虐王面前 分他为 拜他为盟主 他们就把这个酒喝了 喝了以后 当场就那个了 然后楚考虐王 就派他的相国 春生军 战国四君子之一的春生军 春生军叫黄歇 楚考虐王 你不要以为他是一国之君 实际上楚国的权力 全部在考虐王的这个相国手里面 在黄歇手里面 那黄歇是愿意出兵的 他就带着十几万的军队 去解救赵国 然后赵国不一定 不单单只求了楚国 他还求了魏国 他还求了魏国 就是这个姓宁军 姓宁军在魏国的时候 他是国王魏安王的弟弟 他没有当过相国 他最后当到了上将军 有没有一个窃福救赵 有没有 也是这个典故里来的 这是第四个典故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魏安王也不想去救赵国 觉得危险还没有到我身上 这个姓宁军 就知道国家危在旦夕 必须要帮助赵国 就等于帮助自己 那怎么样呢 他就遇到一个高人 叫侯生 侯生是一个老头子 他就跟他讲 公子不要忘了 国君的宠姬啊 如姬还是什么姬 你救过他 你帮过他报杀父之仇啊 你现在如果去求他 他一定会帮助你 把那个虎符给偷出来 就是过去一只老虎 什么一匹两半 同住的 然后将军手里拿一个 国军手里拿一个 国军派上他的姓氏 到了这边 两个胡一合起来 他下的命令 将军降在外就得接受 那么这个虎符 他说你可以通过 这个爱飞拿到 果然 姓林军去向爱飞 爱飞搬住他 偷出了虎符 这个侯生又告诉他 你虽然窃到了虎符 这个禁笔啊 这个魏国的大将 在前线带着十几万的军队 禁笔本身也不想惹这个秦国 估计他不会相信你 我再给你派一个人 派一个大力士 带上铁锥啊 他同意也罢 不同意就拿锥子 锥杀他 秦始皇当年也被一个好汉张良用铁锥追过 是吧 没有锥到而已 要不然中国的历史要改写 好了 果然他签了虎笔 现在在幼儿园的小孩就会递一条子写情书了 初中开始谈恋爱是很正常的了 大学生 我们过去上大学 谈恋爱 轻者留校查看 重者开除 这是千真万确的 这是千真万确的 那么今天这是很普通的事情 特别是前年是吧 武汉大学率先规定 学生只要符合婚姻法的条件允许结婚 时代进步了 一见钟情的事情 经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验证 男女感情一见钟情的纯洁程度是最高的 但是如果结婚以后 离婚率也是比较高的 因为一见钟情往往考虑的不太多 是不是 一看睡以对眼了 这时候我如果考你 一见钟情的钟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 钟在新华字典里面有三种解释 一 他做信 少数民族的奢族三大信 四大信的话是钟 雷 狼 盘 三大信的话盘子就去掉 盘古开天 就是人家奢族的祖先 钟做信念 还有文言里面通那个九钟的钟 他写上敬你一钟九 写这个钟你就要知道 就是通这个九钟的钟 千万不能写成个虫字 这是什么字啊 骨 骨 据说现在湘西 在湖北的山区里面 在贵州的山区里面 还有少数的妇女 有这种技能 就是他会放骨 他会掌握一种毒药 这种毒药不会致人于马上死 他会让你慢性的死 半年 一年 两年 三年以后死 就是一种毒 他指甲残残的 如果你骂了他或者你得罪了他 他怀恨在心 心胸狭窄一点 他就来害你 他那个指甲里面就放一点鼓 茶里面滴一滴 酒里面撒一撒 你喝下去就开始慢慢地 就得病了 那么 钟第二种意思 第三种 就是聚集 聚焦 在这里是做聚集讲 我一看见你 就把所有的感情聚集给你一个人 这叫做一见钟情 过去的新华字典里面 露了一个重要的解释 什么呀 纪时器 是不是啊 钟 连和尚出家人都懂得 木骨成钟啊 是吗 所以他还有第四种解释 一见钟情完了怎么样啊 就是 这怎么练 传什么 传地 是传地吗 传子 传子之荒 传子之荒 传子是什么呀 没有翘舌啊 传子 儿子的子 传子之荒 传子之荒 子是足席 你看它是足字头的 它不是那个公字 看到没有 不是地 有的是你错读 有的是他硬错 传子之荒 中国人 祖先是很含蓄的 男女的事情 不像今天 见面三次就可以抱在一起啃起来 过去是不行的 过去就是夫妻在一起 男欢女爱 还要讲是传子之荒 传扑跟媳子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呀 是这么来形容 这么含蓄之美 传子之荒完了 就肯定就要 养家糊口啊 养家糊口怎么样啊 他就要去打拼 这怎么练这个成语 便手知足 便手知足 我如果再考你 便字怎么解释 知字怎么解释呢 便是手上的解 知是脚上的解 当一件事情做到手脚都起茧 容易吗 不容易 表示做事创业的不容易 我再给你加上一个成语 人的一生 创业艰难啊 壁路蓝铝 我再考你 壁路是怎么解释 蓝铝你会知道 就是衣衫蓝铝 现在简写成这个蓝铝 壁路 壁是竹子头 如果单个解释壁的话 它就是篱笆 荆棘 壁路组合成柴车的意思 柴啊 木头座的车子 柴车 砍柴的柴 木头座的车子 做什么呢 左撰宣公十二年 宣传的宣 宣公十二年 鲁宣公啊 宣公十二年里面有记载 讲楚国的第一个国君 创造楚国的开国先军 叫做楚仙王 楚仙王 他姓熊 熊义 左撰 宣公十二年里面记载 熊义啊 壁路蓝铝 以起桑林 八个字 以起桑林 壁路蓝铝 以起桑林 这是原话 起 开发嘛 开垢嘛 桑林 欢娇辟也 他驾着柴车 穿着破烂的衣服去 开垢桑林 后来就引申为创业艰难 主要是创业草创初期艰难 形容壁路蓝铝 便手知足 壁路蓝铝的目的是什么 养家糊口 注意我写的这个胡字 如果过去 你给它写成米字盘 糊涂的胡 就是错误的 可是现在你写糊涂的胡 没有错了 已经改过来了 像我们当年笑咪咪的咪 你们学的都是木字盘 是吧 眼睛啊 我们过去学是口字盘 字典里面也是口字盘 如果你写成木字盘 就是错误的 所以现在这个字改变了很多 它是不断地在改变的 感谢观看